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点葱花和红椒碎丁 准备一些馄饨皮 用小刀从中间划两个扣子 火熟热多倒点食用油 油温五成热 放入馄饨皮进去炸 中海慢炸 筷子不适的翻面 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金黄酥脆 控油捞出 菜皮饼就制作完成了 一米会运热 刷好食用油 放入面糊 炭瓶着 小火烙两分钟 撒好葱花和红椒碎饼 两分钟后 完全烙熟 出锅 现在咱们做两种口味的鸡蛋饼 第一种刷上番茄酱 放好菜皮捐起来 第二种喜欢吃辣的 可以放些辣酱 美味的鸡蛋饼就做好了 吃起来柔软劲道 口感丰富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逛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